拿著iPhone用著最新款的MacBook 你真的懂蘋果嗎? 我拿iPhone 11 Pro帶著Apple Watch Series 4 聽著AirPods Pro用著陪我三年的MacBook Pro 13吋 哈囉大家好我是A馬電踏少女的國粉代表 為什麼很多人都會說 如果你用iPhone那就用MacBook 或者是你用iPhone的話耳機就用AirPods Pro體驗最好 為什麼一旦用了一個蘋果產品 其他產品也買蘋果的好像就很理所當然 就算很多品牌旗艦手機效能更好 相機功能更多元 價錢更可愛 而一隻旗艦iPhone價格就要4萬塊 硬是比別人貴還是很多人買單 甚至很常聽說我用iPhone就回不去了 為什麼 到底國粉的信仰是什麼 真的是因為拿蘋果的logo好像比較厲害 或者只是一種虛榮的心態 還是像很多科技媒體都曾經提到過的 蘋果生態系才是讓人跟隨的主因呢 那麼到底這個蘋果生態系 所謂我已經習慣iPhone、MacBook建構出來的 那個體驗有什麼特別的 今天就讓Emma好好來跟大家分享吧 蘋果生態系也就是Apple ecosystem 我覺得在這兩年是越來越成熟跟完整了 尤其在各個產品線 手機連接電腦、電腦連接平板、手錶連接手機等等 蘋果生態系可以說是一種硬體跟軟體間的完美關係 每個產品與產品之間的連接 藉由軟體產生1加1大於2的效果 也就是說買越多蘋果產品就越方便 整個蘋果生態系的最大重點就是方便性 而串起蘋果生態系方便性的呢 蘋果也給了它一個說法就是 直接續互通 對於蘋果各裝之間的連接應用 你覺得自己有多少了解呢 60分?80分? 還是你是個不折不扣的大果粉呢? 首先我們就來看一段愛馬的日常 早上便趕著進公司上班 手上便拿著手機看新聞 歡迎來到我的日常 進辦公室打開電腦 直接繼續看完剛才那則新聞 Honey手上這台Sony新書的ZV-1相機 我有點心動耶 來跟大家一起拍個IG線動吧 貝爾拍完後AirDrop剛剛的照片給我吧 拍完照回來座位 Apple Watch自動解鎖了我的MacBook Pro 直接在筆電上連上AirPods Pro繼續工作 平常工作時會大量收到簡訊跟電話 就像現在一通電話打來 我全部的裝置都會有來電通知 唉…想假裝沒有人看到打電話給我的 也沒有辦法了 在筆電上直接接聽電話 跟客戶對合作企劃也不是問題 呵呵 果然我又忘了回傳還不能曝光的新體NDA給對方了 趕快打開信件 快速插入掃描文件 一秒用手機拍完 OK 搞定 你想看是什麼產品嗎? 呵呵 才不告訴你們呢 打開剛剛跟Honey拍的照片 嗯…好像有點暗耶 有點想調個色根在上面加點變化 直接從手機複製到平板的App上修一下好了 接下來看看時間 嗯…要查一下等等10分鐘開會要討論年曆主題的資料 天啊 公司網路又再次掛點了 還好我能一秒連上自己的iPhone網路 不然開會就要來不及了 至於年曆主題是什麼 嗯…這場會議很神秘 你們不能進來啦 再來呢要做週二晚上與她有事碼的直播簡報 今天要跟宇恩一起直播蛋簡報 換我來試試看 想先在宇恩傳來的規格表上 嗯…用Apple Pencil標記 重點真的是很方便耶 晚上九點YouTube直播開始啦 每週二晚上 大家都有記得準時收看吧 把我筆電上的Keynote呢 直接鏡向到我的iPad Pro上跟園一起看 一邊播Keynote 一邊用iPhone當簡報筆 還可以從手機上偷看註解筆記 自己控制上下頁超級方便 嗚…終於下班啦 走在路上呢 Apple Watch跟AirPods Pro就是我iPhone的延伸啦 有電話來直接在Apple Watch上按接通 用AirPods Pro通話就不會錯過囉 好啦 這真的是很真實的我的一天來濃縮給大家看 而這一個再日常不過的生活呢 身為果粉的你 可以看出裡面包含了多少功能特色嗎 你知道的又有幾個呢 蘋果生態系裡的應用啊 以接續互通為大原則 在說接續互通之前呢 Emma先給大家一個可以說是果粉入門般的概念 就是Apple ID 它是使用者進入蘋果裝置的門票 任何一個蘋果裝置都要先使用一個 Apple ID登入才可以開始使用 登入後 專屬於這個Apple ID的iCloud服務會自動開啟 使用者就可以到iCloud下選擇 想要使用iCloud儲存跟同步分享的App資料 也就能讓你手上同一個Apple ID的各個蘋果裝置 彼此認得跟交換同步資料 像是照片、聯絡人、行事例、備忘錄 甚至是第三方App等等 簡單來說iCloud就是蘋果家的雲端服務 iCloud賬號就是Apple ID 因此除了可以讓各個蘋果裝置的App檔案 隨時更新在最新的狀態之外呢 也可以完整備份啊 像是最佔用手機空間的照片、影片檔案 像我在備份玩啊 還會選擇最佳化iPhone儲存空間 它會壓縮手機裡的照片、影片來釋放手機空間 讓你閱覽時看得清楚 但在手機啊或平板要點開看時 再從iCloud下載回來完整解析度的照片、影片檔案 像很多人在Mac會使用Keynote做簡報提案 檔案也可以隨時更新並同步在iCloud雲碟 講到這裡大家應該也聯想到了 沒錯 Apple ID跟iCloud可以說是蘋果生態系的根本 因此iCloud預設只有5GB的儲存空間 在你大量同步App、備份照片、檔案的情況下 很快就會不夠用 Emma通常會建議至少要花台幣30元升級成50GB 我自己呢則是用一個月90元的方案200GB 用起來比較安心 也不用擔心哪天手機掉啦 照片跟重要的資料就沒了 然後呢 在目前更重視隱私安全的情況下 當你用Apple ID登入一個新的裝置的時候 會要求你輸入在其他同意Apple ID裝置下 跑出來的六位數字密碼 做雙重認證以防備道 還有之前Emma也有提過的家人共享 就是把家人朋友的Apple ID綁在其 視為一個群體 可以互相分享購買的App音樂 或是iCloud空間等等 如果你能理解用同一個Apple ID 登入不同的裝置 各裝置之間會互通有無 並且同步甚至備份在iCloud的概念 就可以開始準備好好享受 蘋果生態系的一切了 Emma在這裡也一一幫大家整理出 你一定要知道的重點使用方式 想跳著開踏友 也可以看影片敘述欄 幫大家整理好段落描述了 大家也看一看你的真果粉指數有幾分囉 早上邊感覺進公司上班 手上邊拿著手機看新聞 進辦公室打開電腦 直接繼續看完剛才那則新聞 這個功能叫接力Hand Off 簡單來講就是你在一個 蘋果裝置上做的事情 可以無縫接軌到另外一個 蘋果裝置上繼續完成 首先你的各個裝置是同一個Apple ID外 還要開啟Wi-Fi 藍牙與接力功能 並且你正在使用的App有支援接力 那麼就可以在手機靠近平板筆電時 在大上看到接力圖示 或者當平板筆電靠近手機時 在多工頁面下的下方就可以看到接力圖示 點選就可以自動開啟同一個你正在看的畫面囉 艾瑪自己特別喜歡這個功能 我有時候會在上班坐車途中回E-mail 到辦公室坐下打開電腦就可以繼續回信 或者你在家用電腦逛打折網拍的時候 就突然急著想跑廁所 那就可以直接抓到手機就衝 你什麼也不會錯過 因為打開你的手機多工頁面點開就好囉 好啦 離題了 我們繼續艾瑪的日常吧 來跟大家一起拍個IG限動吧 欸 貝爾拍完後 AirDrop剛剛的照片給我吧 嗯 大家對 AirDrop 一定不陌生吧 不管你是拿 iPhone 或是 Android 手機 大概都聽過拿 iPhone 的朋友說 欸 我 AirDrop 給你喔 這應該是蘋果裝置最好用 也最廣為人知的一個功能 也是少數不限制同一個 Apple ID 下就可以使用 你只要有一個蘋果裝置 就可以使用到的接續互通功能啦 AirDrop 可以直接快速的傳送照片、影片、文件檔案、 網站連結、地圖位置等等 給附近也有開啟 AirDrop 功能的蘋果裝置 你不用有對方裝置的任何資料 也不會壓縮到檔案 唯一的前提是 雙方裝置都必須在藍牙跟 Wi-Fi 接收範圍內 並且不能使用個人熱點喔 當然你也可以在自己不同的蘋果裝置間 使用 AirDrop 傳東西 只要是使用同一個 Apple ID 傳送的接收裝置 都不用再特意按接收就會自動傳送完成囉 看完照回來座位 Apple Watch 自動解鎖了我的 MacBook Pro 自動解鎖功能 目前只有在帶著 Apple Watch 靠近同一個 Apple ID 的 Mac 時才有 雖然這個功能 Emma 一開始覺得有點無感 但後來發現在跟同事聊天 或是去上個廁所回來時特別好用 轉過身或坐下來筆電就解鎖了 雖然 MacBook 全系列現在都有加入 Touch ID 後 這樣的方便性或者是說解鎖速度的差距會變小 但對於有 Apple Watch 的使用者來說 也是個合理的生態系體驗 平常工作時會大量收到簡訊跟電話 就像現在一通電話打來 我全部的裝置都會有來電通知 唉…想假裝沒有人看到打電話給我的 也沒有辦法了 在筆電上直接接聽電話 跟客戶對合作企劃也不是問題 這個功能應該很多國粉都知道 但你知道它有一個繞口的名字叫做訊息轉記嗎 iPhone 上的電話或是簡訊 是那種有電話號碼的簡訊喔 可以在同一個 Apple ID 下的 Mac iPad 和 Apple Watch 上傳送跟接收 這對一個工作室業務或是窗口的人來說 我覺得超級可怕 不…是超方便的 當然不只是一般電話啦 在同一個 Wi-Fi 環境下 只要第三方 App 支援 像是大家常用的 Line Messenger Handouts 等等 也是支援用蘋果電腦 平板 手錶 播出或接聽的喔 果然我又忘了回傳還不能曝光的新體NDA給對方了 趕快打開信件 快速插入掃描文件 一秒用手機拍完 OK 搞定 這個叫做接續互通相機塗鴉的功能 主要使用 iPhone 或 iPad 當作 Mac 或者是 iPad 的輔助工具 我一開始覺得好像只適合學生上課的時候拍老師的筆記用 後來發現這個功能對上班族如我也是超級實用 首先這個裝置要在同一個 Apple ID 以下 並且開啟 Wi-Fi 和藍牙的功能 目前支援的 App 有這些 MRZ 最常用的是 郵件 還有備忘錄 只要按住 Control 鍵並點選要顯示的照片 視窗 畫面 就是說你可以選擇拍照 掃描文件 塗鴉 如果是選拍照或掃描文件被你選到的裝置就會自動開啟相機鏡頭 你直接拍下確認使用之後就會顯示在你筆電上指定的視窗之中 我自己很常在郵件直接使用這個功能 簡單方便又不用多留一張照片在我的手機裡 至於接續互通塗鴉我自己用的就沒有那麼多了 偶爾可能是在備忘錄發想企劃時 我只會稍微畫個流程圖 不過畢竟我很不擅長手繪啦 打開剛剛跟Honey拍的照片 好像有點暗耶 有點想調個色根在上面加點變化 直接從手機複製到平板的 App 上修一下好了 通用剪貼板也是AMA覺得十分方便的功能 這跟接力的概念有一點點類似 因此也需要開啟 Wi-Fi 藍牙跟接力功能 不過不同的是 接力是延續開啟同一個 App 畫面 通用剪貼板主要是針對文字 照片影片的複製延續 只要在一個蘋果裝置上用你習慣的方式拷貝 在另外一個蘋果裝置上貼上就可以了 不用再先傳Line給誰 或是先上傳某個雲端再下載回來了 然後如果你有兩台 Mac 彼此之間甚至還可以用這種方式拷貝檔案喔 不過Ama自己目前是沒有兩台筆電 也就沒有試過這方式拷貝檔案的速度如何 不知道有沒有超級果粉的他友能分享一下呢 接下來看看時間 要查一下等等10分鐘開會要討論年曆主題的資料 天啊 公司網路又再次掛點了 還好我能一秒連上自己的 iPhone 網路 不然開會就要來不及了 身兼網路內容創作和品牌行銷運運的工作者呢 工作中保持網路暢通是必須的 即時熱點也就是建立在很多人都熟悉的個人熱點的基礎上 個人熱點簡單講就是開手機網路給大家使用 不限制對方是 iOS 或 Android 也是 Mac 或是 PC 找到對方的個人熱點然後輸入密碼連上就可以使用 但連線一段時間就會自動斷掉 要再手動找一次對方的個人熱點來連上 可是如果你的各個裝置都是在同一個 Apple ID 的情況之下 蘋果裝置間會自動找到你有開啟行動網路的 iPhone 或是 iPad 並置頂個人熱點 不用輸入密碼只要點選就可以連上 也不會過一段時間就斷掉 因此叫做即時熱點 如果你的 Apple ID 有跟家人朋友使用家人共享的功能 即時熱點也適用在有加入家人共享的 Apple ID 之間的各個蘋果裝置喔 再來要做週二晚上與她有事碼的直播簡報 今天要跟宇恩一起直播蛋簡報換我來試試看 想先在宇恩傳來的規格表上 用 Apple Pencil 標記重點真的是很方便耶 接續互通標示主要是用在照片跟 PDF 上使用 適合簽線上文件、老師主管批報告或是圈出重要細節等等 我自己常用的情況是收到客戶的檔案需要簽名 但人不在公司沒有印表機等等 或者是像我在 Mac 上想修改同事的簡報檔案 很難用打字說明問題在哪裡 就會借助 Apple Pencil 或靈活的小手指 這時候我都會截圖後在 Finder 裡選擇檔案 然後按空白鍵開啟預覽視窗 按一下右上方的這個標示按鈕 選擇你想要的裝置開始塗鴉 或是再點一下加號使用標示工具加入文字簽名等等 塗鴉或標示完成後要先按下完成 然後最後一步還要在 Mac 上按下完成才有儲存喔 晚上九點 YouTube 直播開始啦 每週二晚上 大家都也記得準時收看吧 把我筆電上的 Keynote 直接鏡像到我的 iPad Pro 上跟圓一起看 並行指的是把同一個 Apple ID 下的 iPad 畫面 當作 MacBook 桌面延伸或是鏡像顯示 也是去年 iPadOS 推出之後 Amar就很期待了功能 畢竟有兩個螢幕 理所當然想要其中一個當作第二螢幕顯示器啊 重點是並行是可以無限使用的 在 Mac 上按一下 AirPlay 然後選擇連接 iPad 後 就可以像使用任何其他顯示器一般來利用 iPad 螢幕 Amar 自己在出差時就覺得雙螢幕寫稿 或是要邊修改簡報邊參考報表時就很實用 當然也可以再次點選變成藍色矩形的 AirPlay 鍵來選擇鏡像輸出 就很適合邊操作自己 Mac 畫面 同時共享畫面給其他人看喔 一邊播 Keynote 一邊用 iPhone 當簡報筆 還可以從手機上偷看註解筆記 自己控制上下頁超級方便 這個功能超實用 有需要上台簡報的同學上班族 一定要學起來 打開 iPhone 上 Keynote App 選取右上連線鈕 在 Mac 上也開啟偏好設定中的 Remote 選取你的手機 第一次會需要確認兩邊顯示數字一樣後 就連線完成可以開始在手機上播放簡報了 這時候你可以照自己的習慣在手機上同時顯示上下頁兩頁簡報 或是像我一樣喜歡顯示當夜簡報跟附註小超 也可以跟真的雷射筆一樣 在 Keynote 上圈選或是真的畫上重點線 語安 快學起來 終於下班啦 走在路上呢 Apple Watch 跟 AirPods Pro 就是我 iPhone 的延伸啦 有電話來直接在 Apple Watch 上按接通 用 AirPods Pro 通話就不會錯過囉 蘋果自家音訊裝置 AirPods AirPods Pro 跟 HomePod 在各蘋果產品間的轉換超級實用性 也完全體現了蘋果生態系的方便性 一旦跟 iPhone 配對完成後 其他使用同一個 Apple ID 的裝置 也就同時自動配對完成 也就是說我新買的 AirPods Pro 在跟我的 iPhone 配對完成設定後 我的 Mac 跟我的 Apple Watch 也同時跟這個耳機配對完成了 之後打開 AirPods Pro 我的 iPhone 、 Mac 都會出現 AMOS AirPods Pro 選項 還有 AirPods 連接 iPhone 10 會同時連接 Apple Watch 因此你可以隨著使用情境在這兩個裝置之間自動切換操作 HomePod 的設定基本上也是如此簡單 不過目前 HomePod 播放音樂的操作 還是要有 Apple Music 才最好用 而 Apple Music 也是支援家人共享的喔 所以如果你家客廳有 HomePod 家人之間又有加入家人共享的 Apple Music 就像每個人都有一個遙控器可以開客廳電視一樣 就看誰要播什麼音樂了 仔細想想好像沒有其他品牌或是系統能做到這樣 將自家各產品間的音訊配對做得如此簡單 然後每次連接或是產品間的轉換體驗又可以很流暢 我相信這也是為什麼 AirPods 系列推出至今可以元首一副的原因 如果你沒有那麼在意它的音質 它真的是太太太方便了 最後 Emma 還想補充一個我覺得很好用的功能 是尋找 如果在每個同樣 Apple ID 的蘋果裝置上都開啟尋找的功能 一旦想找出不見的蘋果裝置 就可以使用這個功能定位甚至發出聲音 像是我在公司或家裡很常亂丟手機找不到 很多同事可能都看過我在辦公室攝影棚座位去用這個功能找自己的手機 也算是一種另類的使用方式吧 看到這裡身為蘋果使用者的你用過幾個前面介紹的功能呢 或是你早就已經在用這些功能了 但你沒有發現原來你正在使用的就是蘋果生態系的便利性 當初賈伯斯就已經考量到要讓蘋果產品全方位的圍繞在消費者的生活 並且產品之間的連結性要夠強 其實這也是蘋果生態系厲害的地方 你不用知道太多大道理或是很複雜的設定就可以蠻直覺的使用它 除了接續互通相機、塗鴉跟標示 我覺得算是有一點點比較門檻的操作啦 有些人可能會說Google軟體加上一些第三方軟體的支援 也可能做到一個生態系的概念 的確我自己在工作上也很依賴Gmail、Google Drive、Data工作呢 用的也是Google Calendar、Office 365等等 只是Google生態系更像是軟體生態系的概念 你要先用一個Google帳號自行一個個下載設定到 可能不同品牌的手機、平板、筆電 到達它的方便性是需要主動去創造一個軟硬體環境 也很強烈依賴第三方軟體的支援跟軟體更新速度 當然啦,Google現在也可能是意識到這點 所以除了Chromebook更開始積極發展自家Pixel手機、Pixel Buds等等 不可否認相較之下,Google服務是更開放包容的 不管換了哪個品牌的硬體都可以搭配 而蘋果則是將軟硬體全部都放在自己手上 掌握著、整合著 讓使用者不用主動去創造軟硬體的環境 也節省了我們設定軟硬體的時間 不用額外去下載第三方軟體 只要在你使用蘋果裝置的第一步 登入同一個Apple ID 基本上就已經完成了 也因此蘋果生態系在軟硬體整合之下 為了流暢體驗是一個封閉性的環境 僅限在你自己的蘋果裝置之間 或者是再擴大一點 其他也有蘋果裝置的人之間 也因此哪天呢 如果你想要離開蘋果產品 改用其他品牌是很難做到資料移轉的 離不開蘋果可能是因為真的很方便 也同時越依賴的當下 離開的成本也就越高 科技的發明最終就是帶給人方便 是否要加入蘋果生態系 我覺得要討論的 可能不是生態系本身夠不夠方便 因為方便性的達成可以有很多路徑 而是這樣封閉的生態系呢 所創造出來的體驗你喜不喜歡 對你而言值不值得投入用不用得到 那麼這樣蘋果生態系的方便性 對你而言就有價值 畢竟想要擁有蘋果產品 相較之下成本也的確是比較高的 如果你有iPhone、Mac或者iPad 加起來至少有兩個蘋果裝置 那買了當然要好好使用對吧 這樣的蘋果生態系很值得你善加利用 如果你過去不是果粉或是才剛入手 第一支iPhone或是一台Mac 那麼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幫助到你 讓你更理解為什麼一旦用了一個蘋果產品 好像其他產品也買蘋果的就很理所當然 或者是下一次再有人講到這個話題 你就可以拿著我們今天分享的蘋果生態系內容 考考它有沒有好好利用 那麼對於蘋果呢 是嚮往是靈活利用還是真虛容 也許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今天這部影片也是我們2020第二季的大企劃 因此也想要請踏友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討論討論 A 可以跟我們分享你想用今天影片裡講到的什麼功能 B 原來可以這樣用馬上學起來 C 我不是果粉但原來蘋果可以這樣用喔 D 啊這不是Google可以做得更好嗎 下次來一集Google生態系吧 最後有想要看什麼樣的內容 也歡迎留言在下面讓我們知道喔 喜歡今天的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一個讚 也要記得訂閱電他上你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通知才能接受第一手的消息喔 還有別忘了把影片分享出去給大家知道 掰掰 這個功能呢叫接力hand off 簡單來講就是 等一下有文字